那么莲花少良问的 阿弥陀佛师尊佛安 弟子有个疑问 请求师佛慈悲教师 长期静坐太长的时间 一直保持同样的姿势 造成身体上的疼痛 甚至骨头出现刺痛 另外自身在修法中合一 透过三根本的力量进行自擦复范 是细黑的 吐白的 请示师尊 除了利用世间的医药减轻病痛之外 在灼火还未升起前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这些业障 或是以金刚前法的帮助 减轻这些业障 他这个问对了 这个虚音老和尚的师父 教他 你如果去热带的地方 你打坐 不要超过几天 那个 他的师父有跟虚音老和尚讲 你到热带的地方 打坐 不要超过几天 那么虚音老和尚 到了泰国 他在泰国打坐 超过十天 一坐 没有出订 他在坐的时候 包括泰国的房室 泰王 泰国国王 都来礼拜他 因为一个人能够打坐 连续十天都没有出订 一动也不动的 已经很少 没有 但是呢 他因为那一次在泰国打坐 这个脚就变成残障了 脚就变成残障 虚音老和尚 是在泰国得到脚的那个残障 因为血液不通 不能够循环 所以像这个莲花少良问的 这个问题 一直保持同样的知识 当然是对的 身体上的疼痛 唯一的方法 刚刚你已经写到了 以金刚拳法来帮助 减轻这些业障 用金刚拳的方法来减轻 减轻这些业障 如果像这个肩膀痛 两边肩膀痛 当然用着佛的方法 气燃烧 多燃烧几次 用气通脉的方法 气多通几次 可以减轻 不然就是用金刚拳 不然就是用金刚拳 像金刚拳 那一天 那个 联琴 Piano Piano上师 他有做这个弹跳 弹跳的就大哈斗身 最后金刚拳 最后都要做大哈斗身的 我们请那个 联琴做一下 那个大哈斗身 可以吗 可以 大哈斗身 那个全身都要动的 手脚 包括所有的肌肉 细胞 然后先慢慢来 然后一起来慢慢来 慢慢走 我们来 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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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快就多快 然后乘身放松 这样子 每一次的 开始 结束 都要做 每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 金刚拳开始跟结束 都要大哈斗身 这个大哈斗身是让你全身的脉 能够松掉 所以你在做禅定以前 你可以先大哈斗身 然后再坐下来 那时候你的脉就松掉了 比较不会打结 不会打结 那个脉打结都会痛的 而且会发炎 所谓金刚拳 就是松掉你身上的所有的脉 每个地方都要震动 让气能够循返非常的顺利 让血气能够循返 你禅定固定的一个知识 有的地方会血气阻脉 就会痛跟发炎 痛跟发炎 甚至于骨头 都会扭曲 所以你做大哈斗身 第一个 这是基本上的金刚拳 就是让你全身的经脉 全部都在抖动 让它松掉 然后再来禅定 时间也不要太过长 禅定的时间 大部分得讲 二十五分钟 就已经很好了 一般开始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二十五分钟 你能够达到禅定二十五分钟 就很不错了 吸引老和尚能够十天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等等 在能够连泰国国王 都来礼拜他 但是他因为在泰国那一次 他就伤到脚 所以你刚刚自己讲 这个是否是以金刚拳法 来帮助减轻这些业障 没错 就是金刚拳法 所以你脚 像我们做的时候 像师尊做的时候 也是让自己身体震动的 一定要的 要撑起来的 要撑起来 整个人要撑起来 拍打 然后坐下去 上次这个 为什么用这个法座呢 因为以前那个椅子 被师尊震坏 真的 这一拉起来 然后双手放掉 蹦 坐下去 那是练习全身的脉 让这个 整个 松掉 前身的脉 一个很大的震动力量 你这里如果有一个高 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我一撑起来 双手一放 蹦 坐下去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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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等于 大家抖身一样的震动 震动前身的静脉 所以要佛就要动 要佛就要动 站比坐还好 坐右比卧还好 所以前身都要动的 像刚刚 皮安诺上师 的大哈抖身 他那就是大哈抖身 有时候嘴巴还要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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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喊 喊出声 然后身体又抖又哈 这样 让气血能够在身体里面循环 不会受阻碍 你就不会受伤 所以金刚拳也不能太过 也就是说 任何事情 都是刚刚好 最好 金刚拳太过了 有时候伤到自己 那平时 每天打一趟太极拳 每天打一趟太极拳 也是有好处 那把太极拳哪来当成金刚拳用 密教有金刚拳 那么我们中国有太极拳 你把太极拳学会了 每天打一趟 就是活动你的筋骨血气 不让他受伤 这是很有益处的 所以这个莲花少良所问的 以金刚拳法来帮助减轻这些业障 没错 但是你做的时候啊 有疼痛的时候 然后你应该按照以前所教的 就是说 已经有疼痛了 你就不要勉强 很多事情不要勉强 就像我们学功夫一样 你勉强了 骨头折断了怎么办 你做瑜伽 做瑜伽 做瑜伽也很多很多 很难的知识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那个彰化 台湾彰化 有一位专门医治 古 廖庆龙 廖庆龙医师 台湾彰化 廖庆龙医师 他专门医治 跌打 跌打损伤 或怎么样 他说好多的瑜伽 瑜伽 这个老师 用抬的 抬到他那里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练那个知识的时候 那个知识不能够勉强啊 那知识练得太过了 就断了 就用抬的 抬到他那边去医 廖庆龙医师啊 他说好多那个练瑜伽的 通通都抬到他的医院去 所以那个是太勉强 不能够勉强 那你一家也是要 适可而止 像师尊这时候来坐一日腿 您呀 您要叫我屁股裂开啊 这一把脑骨头坐一日腿 一日马 对啊 讲一日马 但是我不是马 我讲一日腿就是腿绳成一嘛 对不对 一日马 马也不能把马腿绳成一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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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所以凡事不能够勉强 你也不要太疼痛的时候 干脆你放个姿势 有很多座 有狮子座 有仙人座 有仙人座 有奇赫座 奇赫座 仙人座 另外好多的狮子座 相座 你都可以做的 禅定有很多种方法